这不是偶然 也不是出院 这是上天对重逢的安排 不相信眼泪 不相信改变 可是艰辛彼此的情节 我应该如何 如何回答 今天早上也逛累了 我在大厨所给你看一下房间 你上去好好休息吧 什么意思啊 你上去好好休息 那我就先回去 你应该放进 你干什么你 你这个男孩子在欺负一个女孩子 我哪有欺负 但是她在打我呢 阿姨是这样子的 她是我天津的一个网友 今天来北京来看我 我等她来北京就逛了一天 也挺累的 就在照着手里开了一间房 我就让她先休息 我就回家 她就打我 还没有喝完马云上转 你就想走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是不是男人呢 简直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没病啊 我很好啊 啊 这不是偶然 啊 也不是偶然 啊 原来这小子是故意的打死 来 同事们 停下 咱们不要再打了 打人我看也不好 不合适 一会儿那个我看不如把他教到他们领导那儿 教他们领导去处理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怎么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苹果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柳方飞 今天本市发生了一起汉人听闻的恶劣事件 市民郑某在有网友见面之后 竟然没有上床 就在宾馆外试图溜走 给当事人的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 被愤怒的市民当场抓住 你放心你放心 我们会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在您的脸上打伤马赛可 保证观众认不出你来 走走 你们不让人活了 欢迎收看本期的访盲在线 我们下星期五晚上18点30分再见 下面是风乳霜的广告时间 别走开 广告过后更精彩 小郑啊 王主 您来了 你怎么能做事最正式的 在学习的时候怎么给你们年轻人讲的 可望有见面之后应该怎么样 上床 对啊 要理论那些实际嘛 单位教育你这么多年 怎么一到时间的时候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啊 我错了 曾经有一个上床的机会 改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去珍惜 我没有去珍惜 到现在我最回默契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改过自行的机会 我一定会说出了三个字 上床 上床 如果一定要在前面加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 你的上床 一夜 那一夜 你没有拒绝我 那一夜 我伤害你 那一夜 你满蜿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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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夜 你为我和我 你满蜿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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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蜿蜿蜿蜿�蜿蜿�蜿�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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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